白考和葛摩驰吵架之后气冲冲的就出门了 当他准备去开车的时候 看见站在路边的葛摩驰星纪人伟命轮 然后他上车点火一脚油门冲出去 撞在了葛摩驰的车屁股上 紧接着换R挡倒车 然后迅速的挂挡开着车头也不回的走了 来我们回看一下 为什么白考倒车之后换挡的时候 是从P挡拉到D挡的 倒车是R挡 倒车之后不是应该从R挡拉到D吗 在第一集中 葛摩驰在妻子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 上面日期是9月20日 等他发道文悼念妻子 报纸上的日期是9月27 后来到了第二集 白考接了陌生电话被对方催战 他手机上显示26号 这日期咋还在后退呢 夜山日记本被老铁曝光了 白考看下报纸后急忙给葛摩驰打电话 想解释这事不是他干的 可是等一下 为什么葛摩驰的手机号是125开头 貌似最低也是130开头吧 在第四集中白考看见报纸的时候 日期是2013年9月30日 后来到了第五集中白考 在出租车拍照给葛摩驰 出租车上的年省标志是2016年 这就有点太穿越了 葛摩驰在合作签约的仪式上 白考突然出现 脱条鞋子就砸向葛摩驰 现在葛摩驰穿的衬衫配西服 等白考他妹妹给的杂志时 配图上葛摩驰的穿着居然不一样 而且连发布会现场配图都错了 难道是小橙式记者没去现场 所以用了一张老图来代替吗